雙溪區公所長期推動性別平等 及扭轉性別刻板印象成績卓越 今年度也再度獲得 新北市性貧契額金獎 讓新北性貧觀念向下扎根 今天雙溪區公所在中和市場二樓 辦理了勇敢綻放 希望花朵的性貧宣導活動 要營造雙溪成為性別平等的友善環境 我們是希望透過生活化在地化的話 把性貧的概念濃入在生活當中 讓雙溪區的一些長者能夠去明瞭 因為政府在推動性別平等的工作的話 並不是要加諸各個行政機關的工作負荷量 最主要是要把性別的這種觀念 介入生活當中融入於 雙溪區是我們新北市政府29個區公所裡面 推動性別平等成績最好的一個地方 我們已經連續四次 三次都透了很好的成績 在這一次跟上一次都獲得契額金獎 也就是區公所組的第一名 我想這個成績是因為我們大家非常努力的 公所跟我們所有的這些社區的居民一起的努力 才有這樣一個好成績 整場活動透過講師深入淺出的說明性貧觀念 要翻轉性別偏見與刻板印象 讓弱勢婦女遠離暴力 促使女性經濟獨立 消除對婦女的一切形式歧視 確保婦女權益 提升不同性別平權的意識 營造性別平等的生活和職場環境 那我們公所透過辦各種的活動 都把性別這個概念做一個宣導 那我們連續三年的話都得到契額獎 那更是金契額獎這29區公共當中的話 是兩年罷 兩年的話都得到金契額獎 那我們感謝社會局跟公所同仁的協助 在家裡面做家事 過去大家覺得可能是媽媽的事 可能是女性的事 那其實家屋分空這件事是 不管任何性別 不管是男性女性 不管是爸爸或是媽媽 我們都應該一起來參與這件事 那在職場上也是一樣 我想每一個地方 不管是男性跟女性 在一個地方 只要他能夠好好地認真 去工作去發展的話 他都多了有一個很好的發展的 未來方向 然後他不會因為性別的關係 而受到一些限制 雙溪區公所近年來規劃 地下道兩旁的性別平等宣導彩繪 以及性別平等公廁和女力課程等等 讓性別平等的觀念在雙溪扎根 這次還二連霸獲得 新北性平契額金獎的肯定 期望透過眾人的努力 讓性平觀念深入社會各個角落 記者李嘉文 雙溪 採訪報導